他回来了 谁 许大胆 他没来你这 没有 我想他今天晚上 应该会来 我们在这儿等他 神宝 要参加象棋比赛 那本棋谱 他如获之宝 小玉说 好几个晚上都看见他不睡觉 抱着棋谱看 我看他喜欢 就没管他 他的悟性 真的很高 居然没有看不懂的地方 你能不能让他 跟我下一盘棋 反正我要在这儿等许大胆的 闲着也是闲着 这马上就像棋比赛 我记得上回三年前像棋比赛 还是余老板得的冠军吗 上上三回都是余余老板拿的冠军 人家余老板下戏 那是祖传的 河东余家天下地一 大哥不是跟咱说过吗 大哥 不是一年也不知道大哥在哪 过得怎么样 结巴 你最近干嘛去了 怎么天天见不着你这人啊 嗯 吃吃碗 坐下 啊 不 唐爷 我们咋哪敢跟您做一桌 我们换一地儿 这地方什么好吃的呀 要不咱们换个地儿 我请你们三个吃喜怎么样啊 不不不 哎什么那唐爷 你看这这我们拿个老假 您吃您吃 啊 走走走 你不吃裁局啊 給我站過去 啊 还得吃米 把它给我带出去 说 在哪能找到许大典 长本事了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就要了你的命 我 真的不知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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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骂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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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劫 我知道你怕死 只要你帮我把许大胆找出来 我保你活命 让你升官发财 要 我管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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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 你是跟20年间不一样 我不相信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怕死 来人 你你就是 打死我我 我也給我出賣我 大哥 啊 給我打 你去跟他们说 叫他们悠着点 别真的把那三个给打死 从今天起 饿着他们 不许给他们水喝 我倒要看 这三个臭苦力 到底能扛多久 是 干爹啊 干爹 干爹 现在的龙虎帮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他余小白根本什么都不管啊 我 我有个想法 我得想个车把余小白弄死 我来当这个总舵主 日本人信任我 我得借着日本人的力量 我要帮龙虎帮重振旗鼓啊 干爹 我可是您的干儿子 你得保佑我吧 干爹 我可是您的干儿子 你得保佑我吧 我不喝茶 鬼 知道哪 点好大呀 知道这是哪吗 这是龙虎帮总舵 生生下下基本好兄弟呢 夫人 你刚才不都说了吗 龍虎幫到救命存失望了 一里外外不到十個人 我早收拾了 一喊個救命 看看誰來救你 見你跟爹去吧 哎 在哪兒 你不如是 我只能夠找你 我只能找你 那頭是 我只能找你 我只能找你 找你 你只能找你 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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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了 那我 大哥 是大哥 大哥 老高老高在不在大哥我在這呢我沒事 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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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軍 我輸了 知道為什麼輸嗎 因為我本來就嚇不過你 這局我們走了四十五步 跟上一局相比 你已經進步了許多 可是我還是輸了 媽媽 我打算放棄比賽 為什麼 因為我贏不了余小白 贏不了她 就不能代表中國人參加比賽 你要參加比賽 對 想和日本人嚇 把他們殺的片價不留 那你必須在選拔賽中 戰勝所有對手 歐陽老師說了 這是日本人的陰謀 所以 中國人不可能贏的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能嚇得過你 最終 和日本人對決的一定是你 而你又是漢奸 你肯定會故意輸給日本人的 神保 老師都這麼議論 今天你輸給我 只有一個原因 你沒有重視足字的作用 這盤棋的前三十步 你下得很好 可是在第三十一步到第三十五步之間 你輕易的就放棄了兩個編組 過來 我們把棋恢復到第三十步 我們換一下 你下我的棋 我下你的 我們繼續把這盤棋下完好嗎 我不想讓漢奸叫我 我要去睡覺了 神保 你不是要殺的日本人片甲不留嗎 來 就把我當成日本人 敢繼續嗎 敢 好 坐 我這次 你出來了 我知道 大哥 你這次回來 是不是要把小日本全部殺光啊 我們哥仨跟您一起 就靠我一個人 殺光廣州所有的鬼子 我又不是神仙 大哥英勇 家讓我們咋肯定行 你們三個跟我不一樣 今天回家以後 全黨沒見過 來不及了 你把長久保殺了 日本人肯定知道長久保抓了我們仨 我們仨已經上了您的船下不去了 就 就是 是我把你們三個給害了 從當年我叫軍火倉庫開始 還是回家去吧 回家好好過日子 國都亡了 哪有好日子過呀 中國人只要團體 就一定能打跑日本鬼子 打跑了鬼子我們再過好日子 這些話你從哪聽來的 大街呢 大街上到處都是抗日宣傳 工人 學生 共產黨 國民黨 只要是中國人 全都懂這個理 了 知名 將軍 你又忽視了足字的重要 我不像 太好了 你自己不想 这么容易就放弃 那你还怎么代表中国人跟日本人比赛 我去给你们做宵夜 来 我们再下一班 你为什么要当罕见 所有下象棋的人都拿你当榜样 可是你为什么要当罕见 一个已经当了罕见的人 没有资格 也不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 我真没想到 短短一年 你进步得这么快 也许你真的能够在选拔赛中胜出 代表中国 参加决赛 我不需要一个汉奸来鼓励我 这是我的家 请你滚出去 你混蛋 你怎么能对我说这样的话 你 你要干什么 冲剑 你就不怕我 一枪打死你吗 就算打死我 我也不屈服 中国人不做亡国奴 好 可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往日本人的枪口上撞 那我们的国家可就要真的亡了 不要为你当汉奸找理由 你开箱吧 我不怕死 你不能死 你还是个孩子 你也没有全力死 你不赢我一盘棋 就没有全力死 你得对得起祖宗传给你的那本棋谱啊 棋谱 那是你的棋谱 不 是你爷爷传给你的 我爷爷 我没有父亲 哪来的爷爷 没有人没有父亲 如果你真的看懂了那本棋谱 你不会是现在的水平 你根本就没有做好代表中国 在比赛中战胜日本人的准备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你想杀的日本人片甲不留 你就必须先赢了我 你敢再跟我下一盘吗 敢 接班能走吗 後半夜了 你們三個回家吧 別讓老婆孩子為你們著急 你們三個說的對 今天殺了長久保 日本人一定會抄你們的家 明天一大早 你們帶著全家 到南鋪碼頭坐船離開廣州 我們不能走 大哥回廣州市來辦大事了 我們雙得幫你啊 大哥 我們雙不是廢物啊 誰說你們是廢物 要沒有你們三個把我從監獄裡邊救出來 我早被日本人槍斃了 但是你們三個得仔細想想 你們的老婆孩子要是沒有了你們 以後怎麼生活 聽我的話 回家去大哥 大哥 誰不聽我的話 我和他之間永遠沒有情分 現在走 我也要出去 有要緊的事辦 走 走 沖總 你要追殺我的馬 看起来去世了 可是你想过没有 如果我弃子搏杀 根本不管马呢 我输了 这一局吓得 不如上一局好 太急于求成了 不管你的对手有多么可恨 下棋的时候 你都要忘记对手是谁 杂念 往往会让你成为失败者 我不需要你来教我 这一局你还是有机会的 敢不敢重走这一步 敢 合了 不合 我两个兵都过河了 很好 你在试探我 你的悟性真的很高 这一局你就忘了 坐在你对面的 是宇小白 五年前的广州象棋大赛 有一局我下得很不好 第四十四步 我求和 对方欣然接受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是宇小白 他觉得 我是不可战胜的 我是不可战胜的 其实 只要他坚持 那一局 我必输无疑 少废话 该你了 你真的觉得 这一局你能赢我 我在十步之内一定将死你 六步 如果你在六步之内不将死我 这一局就合了 六步 好好想想 怎么在六步之内将死我 象棋大赛上会有很多观众 如果在比赛现场 你也考虑这么久 裁判会叛你输的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怎么在六步之内将死你 那就不想了 天都亮了 我也该走了 好好地看你那本棋谱 上面的第四十六页 和第五十二页 会教你 怎么独足秦王 许大胆没来 你白等了一夜 不 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夜 神宝是个天才 你要支持他 我相信 这次想起比赛 他将成为国人的骄傲 你 弘越 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 你不会承认 神宝是我儿子 可是我已经可以肯定 他一定是我们瑜伽的后代 他对象棋的天赋 是从我们老瑜伽的血脉里 继承的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你不要 穿的衣服变 家里的摆设也变 你太太何思样呢 你也变了 你的路数 我摸不着了 我在沈姑娘家 等了你一夜 没想到 你在这儿等着我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三天前 你真是变了 都回来三天了 才开始杀人 你 你 你漏了行踪 别装了 我可真佩服你 早就算出来我会在家里边等你 来吧 先让他们给你收拾 隔壁的窗户可以爬到房顶赶紧走快 别开枪 我是治安维持会副会长余小白 请问你们到我家来有何贵干 余先生我们是奉命来保护你 让人搜 来 何庭长 这是怎么回事 长秋白 死了 死在龙虎帮总舵 什么 所有中国人都靠不住 你的那个龙虎帮总舵里一定出了共产党 要不然 怎么会有人把凶手给放进去了 还是日本人可靠 你看 我今天带来的全是日本人 我们需要他们的长期保护 广州 有那么多日本兵 保护你我还是够了 我正到死了 齐民死了 长久保死了 你你给我算一算 接下来最有可能成为暗杀目标的 就是你和我 这三个人在同一天被暗杀 不能不引起重视 用不着理会他们 这是中国人之间的事 除奸 除霸 他们死了 自然会有人接替他们 新得到权力的人 会更加尽职尽折 冬严玉门 你要把全部精力放在象棋比赛上 冬严先生 司令官阁下怎么说呀 司令官阁下让我全力保护 和厅长的安全 太好了太好了 谢谢司令官阁下 冬严先生 何宝今后全都仰仗您了 确定杀手就是徐大胆 确定 徐大胆 记得他还有三个兄弟 臭后面 一股 一股 二股 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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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沒有打過嗎 我答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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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们三个带着家眷离开广州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离开了 我媳妇带着我那四个崽子 她媳妇带着她那俩崽子 还有她 我媳妇带着我那仨崽子都上床 我是问你们三个 不走 大哥在 我们不能走 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广州 大哥 我们仨好歹都能有点用 我们跟了您这么多年了 您就让我们再帮您这一回吧 老总 我 我是良民的 鞋子 抓了 东野先生真厉害 对许大大的了解比我都清楚 您看 这个人就是许大大的兄弟 他们都叫他结巴 你受伤了 昨天你在龙虎帮一定吃了不少的苦 谁把你从龙虎帮救出来的 许大大 我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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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不怕打 长久宝下手比我众多了 如果打你几下 你就告诉许大胆在哪的话 他早就把人给我带来了 还用得着我吗 见过这个东西吗 你有没有听说过见血风喉 我在满洲的实验室里研究了半年 才研究出一种可以见血风喉的剧毒 我的这个宝贝上沾满了这种毒药 只要它划破了你的皮肤 沾上了你的血液 你立刻就会失明 说不出话来 听不到任何声音 你的血液开始变黑 全身变得腐烂 不过没关系 整个过程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你不会觉得太多 我我我我说 早这样多好 何必让我把他拿出来 啊 嗯 够了 你很幸运 这上面根本就没有毒 但是如果你敢骗我 一定让你尝尝这种毒的厉害 嗯 快说 东野先生 他招了全都招了 你看 这是口供 东野先生 我们出发吧 等等 这个地址有点熟悉 藤木在这儿找到了何思雅 什么 不能情绪妄动 一面打草惊蛇 只要出击就一定要抓到许大丹 你去查一下 这个房子的主人是谁 哎 请问 你是余小白先生 什么事 东野先生命令你 马上到宪兵司令部 跟我走吧 你 小白 你 你要干什么 你 这个人早就该死 小白君 为什么呀 这个人对我们有功 他刚帮我找到了一处房子 不巧 这房子正好在余老板的名下 请吧 跟我们一起去看看你的别馆 好 余小白 你跟我藏许大胆 这个房子一定会让我有所收获 带上余小白 出发 啊 昨天我杀了陆正道 齐民还有长久 他们肯定有了防备 何文庆 和文庆和余小白的家 和文庆和余小白的家 进入了日本兵 很难再下手 除非 除非 把他们引出来 王二爷 这儿 这儿 大哥 你是说把他们引到这儿 然后一网打尽 我再给你 你一次机会 你带人进去 看见许大胆就开枪 我算你戴罪立功 绝不把你藏匿许大胆的事 汇报给安德斯 好了 我给了你足够的考虑时间 看来你不需要这次计划 何厅长 请让大哥 你在天真看着 兄弟要拿你的房子 杀地包裹了 只要结巴能够顺利地 把东野玉美 或者贺文庆引到这来 剩下的 就看咱们仨 老高 你在这儿守着电渣 等我的信号 端午 在街的对面 看我手里边的棋子 只要我一挥棋 你就使劲地往老高那边跑 老高 看见端午就喝茶 记着 合上电渣之后 就地窝倒 停电爆炸声别害怕 等所有的渣药炸完了 集来再跑 好 大护亲兄弟 大哥 咱四个 咱四个 这回来个动真大的 超级 要是 跟我们一起 吃 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吃 小伙子 吃 是 这安慣 是 这安慣 是 我带送送你 我带送送你 我 徐大膽 徐大膽徐大膽 沒用了 不了徐大膽 你趕快 flavor 你儿子 靠西方 你儿子 你们可以 你이를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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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撤 报告里面没有人 什么 声音就没人 又他娘的让那个王猫蛋跑了 容颜愚昧 都怪你 当年要不是你拦着我 我早把他打死了 还他娘的公盼 公盼有个屁用啊 结果怎么样 让他从监狱里跑了吧 现在好了 现在我们人人自卫了 都他娘的疼死了 报告 何主任在房子后墙上发现一个电闸 去看看 那个 devil先生 这是什么 下我有人迅速撤离 这东方很有可能被人安装了炸药 哎呀 好玄哪 一定是咱们人多声势大 待人哪 才没敢下毒手 东野先生 咱们险些一起中了奸贼的埋伏啊 是于小白救了我们 什么 说你也不懂 小玉 小玉 大胆 你真的回来了 沈姑娘 一年前你冒了那么大风险救我 徐大胆来谢你 我救你 我有那么大的本事吗 不必推辞 请收我一拜 大胆 快起来 我受不起啊 真的不是我救你 是于小白 要想救徐大胆 就绝不能让他到公盘现场 我一直在警告东野玉梅 徐大胆的出现 会引起骚乱的 我相信他会有所顾忌 东野玉梅一到广州 就成功地制造了我和徐大胆之间的矛盾 他对自己的阴谋很得意 他觉得我是他手里的玩偶 我想他一定会让我宣读审判书 于小白说 只要有人带头起哄 他就配合制造混乱 造成尴尬场面 这样让日本人彻底放弃 把你带到公盘现场的想法 所以你们就用了断路 他说 这三个兄弟在骑馆里当了十年的伙计 端午嗓门最大 现场发生混乱 他们一定会在监狱里执行强决 监狱 我大哥死了以后 我仔细地研究了那所监狱 前前后后去了好多次 这些年 我一直在自作 其实当年只要好好地动动脑子 我是有机会所建议的 救走大哥的 老赵 是于小白想到要利用老赵 对 于小白告诉我 高鹏局可以约到老赵 老高跟我说 你用了五千块英国钱 买了老赵的一年养手 老赵前几年多了肺病 今年越发的厉害 他姓西医 广州最好的杨大夫给他做了证断 他还能活一年 于小白说 老赵一生贪财 得罪了不少人 他怕他死了以后 两个老婆四个儿子没什么好日子过 就想把家人送到英国去 需要钱 我听说他最近一直在求人 帮他卖掉在沙面的两处房产 可时候不对 日本人刚进城 人心惶惶的 谁会花钱买房子 他开的价 是五千块英国钱 这是五千块英国钱 我买赵大哥一年的阳寿 沈姑娘 你怎么知道我要用五千块英国钱 老赵林寺的时候跟我说 他跟我没交情 只跟钱有交情 还说拿人钱财 替人小财 不对 他嘴上虽这么说 可我看得出来 如果救的人不是你 他绝不会结这单生意的 算算看 他 我跟老赵也有二十年的交情 于小白说 你不肯认罪 日本人一定会对你用重刑的 如果没有人帮你 就算你从监狱后门逃出来 也跑不远 他仔细研究了监狱附近的地形 说结巴可以拉黄包车带你逃跑 又给了我三颗手榴弹 让我交给老高 费尽心机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不希望你死 我把我自己关在这间屋子 十几年 每天都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 于小白 当年为什么那样做 他出卖黄金章 我在心里骂他是软骨头 还不如我一个女人 可是仔细想想 如果不是为了救你 我相信 他绝不会那么做的 长野 我最不能原谅的 就是于小白利用我 谋杀了长野 如果他不利用我 以他当时的能力 他怎么可能是 长出海的对手 更何况 如果长出海不死 你和于小白 都得死 你们两个人 本来就是好兄弟 我真不忍心 看见你们两个 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不忍心你死 你也不忍心对他下手 我觉得 找个机会 你们两个人 应该好好谈谈 徐大胆 是 徐大胆 我现在可以确定 猫杀鲁正道 齐鸣 长久保的人 就是徐大胆 而且今天 我和何文青 差一点落入他的圈套 没想到 他还敢回来 他现在是 大日本帝国 最危险的敌人 我建议 全城通缉他 那么多 那么 对 余老板您可来了 您看看 我不让贴不让贴非贴着 这也太影响咱们做生意了 贴吧 我们要支持政府 维护社会治安 余老板 下棋的事怎么样了 余老板 马上就想起大赛 现在有很多客人来棋馆打听您 想知道您对这个比赛有什么打算 还没想好 你什么时候把官老爷请到这儿的 官老爷本来就应该在这儿 这是我的官老爷 是我爹赏你的 我的目标 那个时候 连你都是我们老驴家的 没抓着我 扑了空 很失望吧 是 很失望 徐大德 你他娘的就是个浑蛋 永远不知道悔改 结巴二十年前就出卖过你 你忘了 这个时候回广州 你知道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 是啊 全城都在通计我 我没地方去了 治安维持会副会长的办公室 最安全 不见得 日本人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 走吧 赶紧离开广州 我的任务还没完成 我不能走 任务 什么任务 自己看吧 除尖 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 多谢你们台军 来吧 为什么救我 我见过沈姑娘了 你为什么救我 开枪吧 我帮你完成你的任务 然后 你赶紧离开广州 是因为我曾经是你们家的奴才 曾经跟你一起拜过关公 还是因为曾经我们在一个锅里吃了十几年的饭 我们早就已经成了第一人 我与你势不量力 你为什么还救我 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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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何厅长来了 在楼下等您 知道了 你先下去 您要是想跟我说什么 晚上我们农虎帮总多见 走总多好眼的小儿 钥匙在抽屉里 潜消灾 什么 下下棋了 哎呀 我们还是 好几年没一起下棋了 你先走 谁曾经来以后那份线心呢 何文青 你是个文人 现在怎么张嘴就骂娘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两天啊 我 我就没睡过这么觉 你赶快把血大胆给我交出来 我求求你了 我哪知道许大胆在哪 你不是说了吗 要杀你 会先杀我 我还没死你着什么急啊 你们俩是一伙的 胡说 我正确确凿 那栋房子装满了炸药 那后墙根 还装了电闸 电闸一合 整个房子都会被炸上天 你多选哪 今天我和东野先生险些一起藏了命 刚才我 我一下我就想起了十几年前 当初你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炸死了长出海 你是学化学的 如果没有你帮助他 他许大胆 他大字不识 他能享受这么阴死的招出来吗 你忘了 今天 我也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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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算你们俩不是一伙的行了吧 哎呦你 余小白 你 你就不为你自己想想啊 他许大胆都回来 他 他是要出奸的 抓不到许大胆 你我的脑袋都逮捕踏实 哑巴了你 余小白 好好想想啊 当时你来广州的时候 你的娘子就是一条丧家之犬 如果没有我帮助你收拾了长出海 你能活到今天吗 日本人来了 你才有了升官罚财 光宗耀祖的机会 你现在都爬到我头上去了 阮安为之会的副会长 将来成立了 省政府你就是大员 想 就这么白白的死了 你个许大胆 就断送了你的前程 断送了你的命 你还要 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 你还要 这马上就大功告成了 大哥 你 你咋就叫停了呢 因为余小白也在 余 余小白他早就该死 在日 日本人那儿 他差点没 毙了我 对不住了兄弟 对不住了兄弟 大 大 不是白 哀了吗 就是能把 和文清和 都也愚昧 都 大死 也值啊 大哥还是割舍不下跟余小白的感情 好 大哥 您还是把余小白杀了 免得他给中国人丢脸 丢什么脸 您不知道 马上要向其比赛了 大伙都议论呢 说的是日本人跟余小白商量好的 大哥你干嘛去 我们哥咋呼着你 不用了 我付个约会 帮里还有人吗 没了 昨天晚上九爷死在这 又无缘无故的死了十几个弟兄 大家都说是闹鬼 这今天我就私自做主 让他们都回家了 记住 今天晚上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总舵主 您这是 我要给死去的弟兄们 超度亡历 你出去吧 是 好吗 你 什么事 我 看我 在这边 是 今天龙虎帮的兄弟没人敢进珍如 你哪来的热水呀 我自己带来了 拎着湖热水走你龙虎帮的后门 不至于被人怀疑 我今天对你的指责是错误的 你的结巴兄弟这次出卖你 是你的计谋对吗 为什么没有启动炸药 是我坏了你的好事 你不是想给共产党立功吗 如果一下子 把冬夜玉美和文青窝 全都炸死 岂不是大功一件 你跟他们不一样 我们共产党人讲交情 沈红玉让我和你谈谈 我想我们也有必要谈谈 我先谢谢你 去年冒了那么大风险 把我从监狱里救出来 用不着你 用不着你谢 我只是不想让我们家的奴才 死在日本人的手里 好 既然你还念着我曾经做过你们瑜伽的奴才 那咱们就聊聊咱们之间的交情 我没那些功夫 今天约你来 只想告诉你三个字 赶紧走 冬夜玉美和文青都知道你回来了 满街贴的都是紧拿你的告示 到处都是日本兵和警察 全都是为了抓你 你已经杀了三个人了 赶紧走吧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 你能活到今天 不容易 说得对 我能活到今天不容易 小的时候怕死了 那个时候好像什么都怕 要是没有你父亲于老爷 我是万万活不成的 要是没有你二少爷 给我取了个叫许大胆的名字 可能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该管自己叫什么 贝哲 我再谢你一次 我这次回到广州是带着任务回来的 你看到 在初见名单上你是第一个 我想我得让你四个明白 我用不着明白什么 怎么 你还要给我讲道理 我问你除了棋盘上的字 还有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大哥 黄庆章的名字之外 你还认识别的字吗 就你这样的人 还想给我讲道理 我们共产党人的领袖 毛泽东同志 写了一本书 叫论持久战 那上的字 我现在全认识 我们毕竟很多年没在一起 我好像真的变了 很多年前我对自己说 我要成为像黄金章大哥那样的人 所以我必须学会认字 你不只学会认字 连造炸药都学会了 是 学会了 十五年前我坐监狱的时候 听说你用炸药炸死了长出海 我就觉得这是一门了不起的本事 我早晚得学会的 李小白 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关于当年你出卖大哥黄庆章那件事 我原谅你 再说一遍 是沈姑娘的一句话提醒了我 想想当年 如果换作我是你 我该怎么办 如果是你被关在龙虎邦 你打的就剩下一口气 马上就要死了 可能我也会那么走 出卖大哥黄庆章 我原谅你了 我还要死了 我还不成功 我的人 我本身 我还不成功 小学生 我还不成功 我还不成功 因为我的女生 我还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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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看见了吧 李小白指错了 起来吧三弟 大哥会原谅你的 不不然后 我要任何人原谅 我与小白这辈子 没做过错事 许大胆你听着 就算你学会了读书认字 就算你在共产党那儿学得巧舌如簧 我也不需要你给我讲道理 我与小白什么道理都懂 说说你自己吧 当年我爹怕你饿死 才救了你 给了你这条命 你不好好活的 不想着给你们老许家传统接代 你总这样自己找死到底为什么 是吧 该吃饭了 妈妈 我报名了 欧阳老师说 学校为我组织了一个声援团 好 妈妈也支持你 以前这本棋谱的后几页 我一直都没看懂 现在我好像完全懂了 如果余小白再来的话 我一定能够赞成他 我想他会再来的 要是没有乌兰阿拉塔 我可能永远都是那个从前的许大胆 河东瑜伽的一个奴才 主子带我不薄 我感恩戴德 瑜伽就是我的家 可是突然一夜之间 瑜伽遭受了那么大的灾难 家没了 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农才 当时我就想 我得跟着二少爷 想尽办法也得让二少爷活下来 这辈子把二少爷伺候好了 就是对着起瑜伽对我的活命之恩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二少爷要行刺县令 那可是大清朝的县坛业呀 我当时听着腿肚子都在打哆嗦 可是我想 瑜伽对我恩重如山 我要是不帮着二少爷报仇 二少爷就得自己去 早晚有一天会丢了性命 我就豁出去了 我这条命是瑜伽给的 该还回去的时候 就得还回去 只是可惜 杀人是件多难的事 我根本就没有那个瘫子 要不是大哥洪靖章 大家都会死 大哥在我心里边 不是个凡人 就像是天上的神仙 这是我过了很多年以后 才想明白我为什么当时有那样的感觉 因为大哥是第一个 那我当了个神仙 那我当了个神仙 堂堂正正的人 一个和任何人 平息平泽的事 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 二少爷 二少爷 我本来就是你们家的奴才 怎么感受啊 你把我看成是和你一样的人呢 其实你对我已经很好了 你 entrust 你跟车 babysat 你估计队 我 你 你